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获利方程是在礼拜二的时间点 交线指数单单是台积电一档个股的月额 盘中重做4块钱 把这个盘式格局压最低 下探到9,082 中场收跌38点来到9110 那关于这个后续的一个盘式格局 我认为时间波的一个规划 稍微有一点点低延 但是我会给所有投资片 一个简单的结论 我想在这个9,200点之后的行情 现在看起来一个多方持久 它还是已经越来越稳了 好 那它好像在这个外资9月份的台子期货 现在9月份的一个期货已经高达了将近是 5万多口以上的一个未平常 至少在前一天的一个筹码 那现在外资在整个期货所有的一个多单 还是近多是6万9千口以上一个水位 那看起来就是战局外资不值值警示 想要在8月17号拉高结算 那看起来是一个趋势性的多方 台币也在维持一个升值过程里面 好像是一个超级大波段的资金行情 证据已经越来越明确了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结论 我认为昨天的低点应该是一个 无法置信的小幸运 没有办法想象到说 7月投资朋友有低点满 就是幸运的 现在连8月都是无法置信的幸运 因为这波行情还有一个低点让你买 甚至于9月全新的一波行情也即将展开 好好把握家权指数震荡的低点 调好的股票来买 这波行情 大部分投资朋友都认为涨不动了 那我过去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已经不断跟投资朋友报告 这何可能是一波超大四五千点 大多头前面的一千点的涨势 好 也许你不用买在这个证据不明确的前面 起涨一千点 但是后面真正组身段的两三千点的行情 你务必要跟上来 好吧 好 大盘我不想花太多的时间 来8月15号跟大家报告 看起来维持一个三角形受电形态 就是只欠成交量进行一个表态的动作 因为单单以T50返1的融资 一直到礼拜一的筹码已经增高到 又是持续增加了 已经快要到49万张了 那我们想办法不论是期冲或者是期货拨断单 想办法赚大钱的 想要有期徒性赚大钱的跟上来 那我们在昨天收叠38点的过程里面 8月依然是非常幸运的 尤其在低档区域 这个回撤9100点 低档放出了当天比较明显的低档存接 持货反来的现象 这团是个局没有任何起端出货 外资想要跑货的一个现象 反而都是一个很积极性的换股 要去寻找下一波主流的机会 那我们今天要开始去针对 下一波全面主流 以及我今天花一点点时间 讲三档非常重要的股票 一档叫做台积电 一档叫汉维科 另外一档是我认为 未来有机会跟汉维科做比价 也没有机会我们再创一档 2580元 半导体的一个全新的股王 一个诞生 那我为什么说 全面光怀汉维科 很可能汉维科 股价是远远远远远的稳屈了 当然不需要解了 我认为你只需要一次的机会 一波的行情 还有一档股票 跟上我们的脚步 那这个行情 如果按照我们规划 按照前一次的演讲 来告诉大家 第三季就决战光明顶 到底是站在9500 还是站在10014 让我们在这个最高最高的地方 视野最好的地方 去享受这个view 去度过这个中秋节 好 那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你没有在9000点这个时间买 怎么样跟着我们快乐的赏月度中秋 好 想要发的 一起发的 直接跟上来 好 最后一波的发发发号 欢迎大盘 以及期货的一个部分 我们昨天已经在 900050点以上 把我8月的所有在8930 跟8860的多单 全部都已经卖出去了 好 既然有一个很难的机会压下来 这620点 好 已经实现了这620点 我又不计计效 当作是给 前面提前跟着我们卡位进场布局的同志朋友 你提前卡位有额外的一个布局机会 你也额外多赚到这个价差 既然这大盘又有一点点压回来 另外一波警线布局成本区 好 我们就有一个9月份的一个全新开始 好 投资朋友你跟上来 这620点其实是给 愿意在这个利空当中 提前卡位进场布局的同志朋友 你已经提前赚到这620点 好 那行情还没有按照我的一个预告 全线的向上级啦 其实它是为了压缩 酝酿后面更大的一个行情 好 那9月份怎么样布局后 你可以看到空盘股 金融类股指数 公高就是有量 下跌就是量缩 昨天一个反弹 当台积电压盘的时候 金融股还是一个价涨量增 全线控盘股 还是一个多方量价 这团是格局来 以我的看法来讲 好 只剩下什么时间 把法跟量价调整到同步 补量 就是一波加空分数的行情了 好 那所有问题都在控盘股 叫2330台积电 昨天台积电一口气 台积跌了3.5块钱收盘 等于大盘几乎就完完全全只跌一档台积电 好 没有这样流利空 你怎么买 没有台积电的右空不可能的任务 像7月6号 你不可能10天里面狂赚1750点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把握就是台积电的一个最后右空的一个任务 把握台积电再创历史新高 嘎空喷出的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好 没有人相信台积电这一波是回声波 那因为K线的形态在昨天杀了这根长黑K之后 看空的人会说这个盘氏格局 这四根K线又是一个下降三法的长空 我记得好像150多块钱 我们也举台积电的下降三法的右空 后来嘎空喷出一波到底 好 那我想要去技术面对形态定调为下降三法 还是要有一些筹码跟心里面的搭配 卷支比高达82.63% 以这样的一个市场心态怎么下降三法跌啦 好 而且这一波最高历史的卷支比高达86% 所以我认为你在搭配国际股市当中几档重要股票 好 这个是美国的应用材料已经全线喷出了 高通在近期也是财报缴出一个亮丽的成绩 即将喷出创新高 得宜喷出创新高 金测昨天插一档喷出涨停板 如果跟台积电上游联动高阶制程 联系的这些指标性的国际股 包含我们台湾南基金测 一档一档各股都是主身段喷出创新高 台积电怎么反转 好 我的看法是 这一波至少在中秋节之前 台积电就非常有机会 按照我初一年跟大家讲的 好 民工88年当台积电率先去逼近这200元的一个攻击波段 加全指数慢慢的在后面一点点时间 就像是在10393的一个新高了 好 因为台积电是电子的最上游 好 金测得宜 美国的应用材料这些科技股 都是全球最领先半导体的领盘股 好 还有一个超大波段的行情 这未能跟水位都跟八月份的一个水准 维持的一模一样 想赚钱的直接跟上来 好 所以所有的问题 应该在这几档半导体的指标顾 好 我们来看一档股票 那你要解台积电 我们直接来看这档股票 叫台积电第二 这个是6510的金测 那如果金测有机会 如同我在布局的时间告诉大家 这一档股票真的有机会 复制汉维克去供乐2580 这样一个趋势 那么你就会懂得 为什么我现在要跟你讲 他说没有 你手上也许 在八百块九百块有曾经跟着我们 去追踪一档股票叫汉维克 后来千元以上 我们卖掉之后 我们主要追踪的主角是大力光 那当你看到艾斯摩尔 1410块钱要去并购汉维克的消息 你也许心里面听得很高兴 这个是所有投资朋友 为什么绝大多数的投资朋友 眼看着一波三千点 四千点的行情即将要起涨 去把这个盘式格局 当成2008年金融海啸 再崩盘了一样 为什么市场会这样呢 因为大家从头到尾都没有认清 底部都是在利空当中打出来 整到主身段喷出一大段的时候 基本面的消息面才会偏多 主力食物群要进股票 难道会天天放列多消息告诉你吗 所以一定要懂得波浪理论心理学 底部一定是在利空测试出来的 现阶段你还没有听到 没有任何明显的一个基本面 已经转交的一个消息 这个就是这个九千点以下底部区 非常扎实完成的一个讯号 接下来才是一个大祖神乱即将起涨 连郭台铭先生都有一点点违反证交法 直接在喊 喊两百块了 结果这个钱你还不敢赚 七十二块钱当礼物送给你 你没有办法相信 一档红海你全是重压个一百张两百张 你这一波早就已经大赚很好的 重点一块钱就走 结果这一波行情红海才是底部完成 主神段才要起这样而已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好 我们来看为什么说汉违克斯委屈 来 这是昨天的经测 已经供到最高来到一千一百三十 差一档 噴出涨停板 这是连续三天站稳的这个 大家认为法税五十倍本益比太高的这边 先人指路的高点 我告诉大家隔天就过高 噴出创新高了 有没有机会 汉违克委屈的部分 因为当美国的应用材料已经过了 类似汉违克的两千八百五十块钱的时间点 汉违克没有涨到的 被一千四百一十艾斯摩尔买走 然后就设定天花板 全部大力光再创历史新高的一个行情 大力光再涨了两千点 汉违克全部都没有跟上 那这欠的行情有没有机会有精测 全部把它赚回来 我认为机会是很大的 但是只有在类似这种大主身乱功一二六八二行情 你才有办法看到股王股后的权限比价的动作 这是昨天的精测 已经涨到一千一百一十五 差一档工涨零半 如果你可以在九百二十 用大力光卖出去一张之后 每卖一张买四张的精测 那到昨天受盘为止已经一千一百一十五元 一张是赚了十九万 我们每一笔 第一、第二笔都是买一张一张 类似这样的一百九十五乘以二 这个就是三十九万元的获利机会了 而且还不止 我再九百七十元再加码第三笔 第三笔我们都是两笔单进场 这是没有 你掌握到了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 大赚六十八万元的机会 这是八月九号的时间点 告诉大家 卖出大力光之后 因为马上要出席了 大力光这个横盘整理的时间 比要措施的资金应用的机会 直接买换一颗第二 一口气买四张 先买第一、第二笔 八月十号再加码第三笔多单 来到昨天为止 已经一千一百一十五 差一点点喷出掌停了 投资料 你掌握到了老老师跟大家预告 真正的大主身段 有一个非常重要重头戏 叫做古王、古后的争霸战 那现在看起来第四季汉维科 就是要从我们台湾下市了 那过去汉维科被委屈的工具 一定有很多人买在一个相对转折高长区 现在眼看着天花板就设定在这里 可是呢 这两股票叫做应用材料 已经喷出了到27.22 创历史新高的状况 台积电怎么跌 得以这样全现象喷出台积电怎么跌 好 昨天这是黑KAT点 绝对是台积电的利空回档来来讲 这是最后的一个切入加码点 来 因为艾斯摩尔并购消息 当下面是汉维科 上面是应用材料 其实以这种设备材料股 应该这是亦步亦区的走长 你可以看到这波 比如说汉维科工2585元的波段 都是跟着美股的应用材料 同样的一个时间波波动 震荡下来也是下压 这边应该是艾斯摩尔并购的消息 一路的这两个月三个月 都压在1410块了 好 为什么说全面关怀汉维科 汉维科有什么好关怀的 投资朋友 当应用材料 这三个月的时间 如同大力光额外喷出了2000块 去过了3945块了 再创历史新高的 额外再涨2000块的这行情了 好 投资朋友 你以为汉维科已经赚到了 好 可是你其实可以 再赚个1500块钱的机会 因而我们台湾的北易比低估 好 因为各种各种利空因素 因为所有的人都喊空 让汉维科没有办法去跟上这一波行情 我那没有关系 有没有机会利用汉维科 利用金测 比较汉维科的一个过程 金测到底有没有让实力取代汉维科的地位 然后跟上这一波 如果说是我们一个超大组身段的行情 展开一波跟汉维科以前的天花板2585元 进行一个比价效应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大组身段起涨 非常重要的一个重头器 所以简单的从这一段的一个比较 当我们看到国际股市当中 得益应用材料 甚至连金测都已经喷出创新高了 我想不要再花时间 先听廖老师一句话 当八成以上台积的这红码 全部都被外资锁定了 剩下两成的你可以去交易的空间 结果居然卷值比高达80% 这不按照过去历史统计经验 就是由台积一定领军 主身段嘎空喷珠一波到底 所以九月份如果说我们布局 今天就是一个九月份的一个胎子期 这个八月份的胎子期会结算 九月怎么样布局 想赚钱的 好 刚转舱的位置点 九月的战略布局今天就要完成 我们直接跟上我们脚步 好 那至于选顾来讲 半导体族群当中 我们要站在台积电高阶制程趋势之上 我们来看看中华金测 有没有比较汉维科的实力 那这绝对是这个盘式格局当中 非常重要以及大盘未来趋势方向的看盘重点 缺陷我们之后 廖老师去帮他解析 第一站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期货股票选择权 绝对报酬策略 多空双向灵活布局 零创富的最佳伙伴 零儿 2578-37777 2578-3777 亚洲投雇 二十七年来 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穩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雇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财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雇 亚洲投雇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最近电话 零儿2578-3777 2578-3777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茧 Choose Your Own Line 额排气密窗 我这次中了很多罚票 你怎么这样中了很多罚票 因为我现在用电子发票对讲 中奖之后 他不再会寄到我信箱通知我 而且现在还增加了 无实体电子发票特别奖 但我多了很多中奖的机会 如果我发票都还没整理好 你就对好奖了 但是电子发票中奖了 怎么就会社服团体 现在不用这么麻烦 只要消费者高知店家 社服团体的IG网 发票就会自动捐给他们 请慢用 好 来我们现场 其实股票你只需要一档大力光一档台积电就够了 那我们讲的今天扫描重点都是百元以上股票 但是我认为中低价股票这档股票非常有机会 你只需要这档股票 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 即便你的资金上五百万以内 你好好咬出这档股票 我相信你赚个三五十万绝对没有问题 这档股票你直接跟上我们的脚步 那至于大力光一部分 延续上半段一个解析 我先前跟大家分析过 我认为从这一段上来 这两年的第一波 第三波上来供三千七 这一波应该是一个三支五 下来好一千八这个是第四大郎 那如同我预告第五波的出生段 主生段位置已经过高 作为利益已经高了 那的确是很有时力去供四千到四千五 我们等出息完再说 但是这么高价的股票 真的帮你去解析队 从中到尾去追踪队 也没有多少投资朋友可以赚到 我们来找下一档有机会 再涨个两千块 两千五百块钱的股票 那 平概股的部分像鸿海 其实你只要注意到 短线上面八十九块钱这个卖点 打低下来 你看到的是三个礼拜的头 还是八个月的大底 八个月的大底 也完全完成了一个状况之下 大盘如同我规划 主生段向上嘎空喷出的机会是最大的 赶快挑好的股票嘛 郭董都敢在这个边缘 法律的边缘上面去喊 这个两百块钱 结果你不敢赚 这个月线已经黄金交差两个月了 从三千块跌到 三百块钱跌到五十二块 五十块 跌了两百五十元 强势反弹0.618至少要涨154块钱 有没有机会 好 那持续追踪后续的筹码 以及合并下谱的一个效应 但是有没有谁会比较跨一点点 这个是红准 这是大底型才刚完成周量 前面两个月时间 已经补出了两万丈成交量 只能要放大一个主生段向扩延的趋势 包含这一次红准结合了任天堂 这个重新反击的一个机会 这月线也是低档区 红好红准都是五千点左右未接的股票 连涨都没有涨到 我们回来今天的盘事隔绝的重点 我说 如果台积电高阶支撑的趋势上面 好 这是六一零的中华金测 那为什么要帮大家持续锁定这一波 包含我们大力光啊 台积电啊 你只要看清楚这两档股票 在电子产业在半导体上 因为上面一个趋势 你会在七千九百九十九点 就看到这一波回升过万点的机会 就看到大力光再创历史新高的机会 就会看到从七九九一九 嘎空喷出一波到底的机会 好 还是要回到整个产业基本面 一个脉络之声上面 好 接下来全球 进行制程发展一个机会 好 金测所切入的是到2020之前 这是最下缘的一个部分 可是这最下缘的部分呢 好 就是包含1614奈米 跟10奈米以上的一个制程 搞不好我们稍微take一下这一段 好 从2016到2019 包含绝对研教育机构 包含28奈米的先进制程 大概还有2%的成长 1614奈米还有2成以上的成长 可是接下来在10 未来在7奈米 未来在5奈米 甚至于未来123D的金元代工力制程来讲 它的一个复合年中的成长率 还高达4倍 400%的成长力道以上 金测刚好是切入这个最高毛利 而且最高成长的这个市场 同时又是整个产业当中 最重要的业界最领先 而且技术领先 其他的一个厂商 还有一两个四代以上 这个可以解释说 为什么在过去 这段段从2011到2015年 每年可以营收 毛利率不断的33% 37% 41% 40% 52%持续向上走高 去年税后今天的年增率的YOY 是高达111% 那营收金额年增率还高达62% 6成以上 那现在看起来 未来 你所看到的这6成 问题是越往10奈米 越往5奈米 越往7奈米 当然16 往10这个制程里面来讲 至少是2位数字到5位数字 我们不要一口气喊到 这个成长4倍的这个空间 亦不予去 因为这10成还要往上发展 但是法人圈的一个提早卡位布局 不会等到你的EPS 已经跳到40块50块钱 才提前卡位布局 好 所以我刚初跟大家报告 为什么 汉维克的本益比 可以拉高到50倍 为什么50倍的本益比 1000块钱 金测照样连续喷出3个钟场合 法人圈已经开始提前看到 台积电卡位的一个趋势 那时间非常有限 我们明后天再去跟大家报告到 中华金测跟这个 未来金融资程发展的一个趋势性的一个方向 但是今天主要是从 极档比较指标性的股票 重新反复的拉回来 我们所说的台积电主乘断的这个趋势 以及大盘未来趋势性的一个方向 所以 投资票想赚钱的直接跟上来 我其实 我觉得丢不多专案都无所谓 因为有那一个 有那个命 有那种企图心 想赚钱的投资票 现在早就已经把两千多点 早就已经又把六百点赚到口袋里面 早就已经买到大力光 早就已经卡位了金测 早就已经卡位我们中车权利 空手空旺的 郭董哥都贪喊 就怕你不敢赚 想要赚钱的 想要八月发发发的 自己跟上我们交通 好吧 就是大家今天投资资料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期货 股票 选择权 绝对报酬策略 多空双向 灵活布局 您创富的最佳伙伴 02578 3777 2578 3777 亚洲投股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咨询电话 02578 3777 2578 3777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常盛军 亚洲投股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股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生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股 亚洲投股 真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578 3777 2578 3777 北都TypeNet 超纸优惠 双小套 新时代光线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真的只要690 加一年 再送数位有限电视 三个月 多人多机 通过无线上网 全家吃大宝 免装机费 设定费 保证金 再送WiFi分享器 和数位机商盒 零八零九 零九六 一一一 零八零九 零九六 一一一 现实优惠千巧新零 TypeNet YourNet 零八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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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八零六 零八零八零六